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质地有声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讲孙新宫和范荣契俩人 心心相惜 孙新宫做天台赋城 孙新宫写了篇文章叫天台赋 写完了以后 陈就是写完了以后 以试范荣契 以知 把这篇文章 试是给范荣契看 对他说 请试至地要做金石生 就是很得意啊 对老范说 老范呀 你呀 尝试着把我这篇文章往地上一扔 您一定能听到 像金石 就是金属和石头碰在一起 叮叮当当的声音 这里啊 小朋友发现 出现了一个成语的出处 叫质地有声 就是形容一个人的文章啊 写得非常棒 往那一甩 坑枪有力 范荣契 这个范荣契啊 嘴巴一撇 对他说 恐子之金石 非 公伤 众生 我恐怕 你的那个 金石的声音啊 金属和石头碰撞的声音啊 叮叮当当的声音啊 非 重工伤生 恐怕 不能够合乎 音律 这个工伤啊 是工伤 绝职语 道瑞 米 骚拉 这个五音当中的两音 工伤啊 也代表音乐和音律 也就是说 哎呀 别吹吧 您这个文章啊 根本 哎 恐怕 都不能够合乎音律 讲是这样讲 但是啊 然美智加剧 就看着看着啊 每次看到 写的比较好的语句的时候 哲云 哎 总是说 哲是总是啊 于是总是的意思 因是我背语 哎哟 我背啊 就是你和我 我们两人啊 都是同一个档次的 哎 这样的人 哎呀 这一句写的妙 哎 是我这种档次人 写出来的 哦 这一句写的也很妙 哎 跟我的水平差不多 这俩人啊 心心相惜 虽然啊 哎 谁也嘴上不服输 但是啊 遇到写的好的地方的时候 依然 称赞对方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孙兴公 哎 有一次啊 写成一篇文章 叫天台妇 写完以后 拿这篇文章 给范容器看 对他说 老范呀 你呀 试着把我这篇文章 往地上扔一扔 哎 您啊 一定能听到 金属和石头 碰撞在一起的 叮叮当当的声音 就是啥 咱这个文章啊 非常之棒 这个老范就说 哎呀 吹一把 我恐怕 你的那个 叮叮当当的 金石之声啊 恐怕都不能够合乎 工商的音律 不行 但是呀 嘴上这样说 看到这个文章当中的 写的比较好的语句的时候 每次总是说 哎呀 这一句写的妙 哎呀 基本上 跟你我的水平相当 这一句啊 写的也很妙 简直跟我一样了 最后 再跟标书完整的 朗诵原文 孙兴公做天台赋尘 以示范容器 云 倾示至地 要做金石身 翻阅 孔子之金石 非工商众生 燃美至加剧 哲云 应是我背语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读懂 读懂